詞曲 李博物議員 詞曲 李博物議員 蒼文貞 收獲金 早安 大家好 在座的面前可能算比較年輕一點 我想這可能在座自由 我覺得年紀比較新而已 那我的名字要來參加訪 那今天基本上來講的話 跟各位詳細分享一下 然後跟一些生態的東西 那雖然不是年輕 然後可是其實在山上活動的經驗 可能也不會比各位鄉親來的少 或什麼呢 我其實之前念書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都市裡面 在台東市長大的 可是畢業之後呢 就把我自己丟到山上去了 只要在山上 我把自己丟到古蘭光圍裡面 那在古蘭光圍裡面 其實也做了整整一年 那住在這一點時間裡面 跟各位想像的住在山上 總共不太一樣 現在我們在房子裡面 安安全全的住在那裡 可是以前我住在山上的時候 是上來這裡的睡袋 人家說 你有講到帳篷耶 你帶帳篷嗎 沒有 也是沒帳篷的 上面只有快拿來反骨 我想各位相信 可能首先要拿來反骨 我上面拉著這類的 那旁邊住的誰呢 沒有半個人 當然人的姿勢沒有半個人 都是一個人 那據我最近的一隻 比較大的動物 叫黑熊 如果各位有看過一本書 是一般黃美美秀 一個女孩子做黑熊營救了 她曾經寫過黃馬旁邊那隻熊 我就突然在熊的旁邊 跟她住了一年 可能很多時候都覺得說 熊不會很可怕嗎 其實不會 那原則上是 你如果不要去欺負黑熊 黑熊也不會欺負你 她如果肚子不是餓到瘋的話 她其實也不會下來吃你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那所以其實在山上 雖然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雖然現在穿來 雖然人磨人癢 不過早期的時候 跟臉型的時候 頭髮流有點 比這個肩膀還長 身上呢 穿個短褲穿個涼鞋 然後就穿到哪階段的房 那其實當時在那山上的時候 有個學姐的話 她其實在那山上 就這樣拿時間更久 不過我去了很多 她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所以有些 比較多的禮外景點 那我想說也是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盡量的分享 這些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滴滴 那其實生態是很有趣的東西 是我們其實 在做個生態 在做個地方的孤獨之前 收集中心 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了解這個地方 到底是什麼 我在拿 那我剛剛講的 媽媽那個地方來 做立附桃的 那個地方 其實她在一個玄來邊 她以前就是 以前的八公關古道 那八公關古道 其實她路程 我剛才知道 3到5公尺左右而已 那我睡在路中間 所以 假設有 下去過這個 柏蘭公園 然後走過八公關古道的話 你也許你可能 在八十幾天的時候 看到路邊一個 南來南部 掛在路邊 那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白天當然 我睡在路中間 但是晚上你走路的時候 可能會提到我 因為其實有些 那個布農族的 巡山員 才晚上跑去巡山 爬山 我甚至也在半夜 遇到過一個 布農族的那個 家庭 他們要去巡根 他是帶著小孩子 晚上爬山 邊走邊跟他講講講講 然後走路走到那邊的時候 可能就在那裡 住個晚上 其實我滿感動的 因為其實有這種巡殼之旅的那種 人其實已經真的越來越少了 那旁邊是個懸崖 有狀況底下 其實我常常在懸崖那邊 撿到大家可能也吃過的東西 叫山腔 為什麼懸崖下面撿到三腔 三腔 可能跟台北很多人 都一樣都想不開會跳樓 其實不是 是因為通常都是被熊追追追 直接走不過 就往下跳 所以其實在下面 常常撿到很多山腔 從山羊 山腔 我都撿過了 那我們必須對一個地方 讓我們地形有所瞭解 莊崖底下才幫我知道說 這邊我們要怎樣去保護它 去處理一些生態的疫情 那這是我覺得說 我們在整個邊心的生態故意部分 這種必須走過的一段 那也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水龜所 會在進行河川故意之前的時候 會先做一個這樣的生態調查 那其實我同事呢 在這個簡報中 是把我們公司的姐姐放到裡面去的 不過我們常常開自己玩笑說 我們公司做的工作 我們不是做混水摸雲 混水摸雲 在很多人的眼中 是覺得說 這個人是拿來打混的 不過我們的工作 就是這樣混水摸雲 為什麼我們還叫混水摸雲呢 因為我們注意到水 在混濁水裡面發現說 這裡到底有多少種類類 那生產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它為什麼這樣要需求 那對於到BG這個環境來講的話 也是這樣的狀況說 我們必須知道 BG為什麼會生產在這裡 那它數量為什麼要減少 為什麼要變多 我們必須把這樣子的環境給找出來 所以我們是一個混水摸雲 那全程到時候調查 或只開口還要是 我們上面那個計畫的量子 從別的五層大概也會不太夠 因為日海小物質 你剛才放石頭去蛋糕而已 那前面張老師 已經介紹過這邊整個流氧狀況 其實我只講這邊流氧狀況 這就是它下游很平緩 可是重上游來講 或是比較陡峭的 那旁邊來講的話 各位詳細把環境保護得很好 所以影響依然非常的優美感 好 那這是附近那些稻片 那我們就浴跳過 那其實呢 剛剛在我時候提到說 這是一個可能早期生活 比較困苦的地方 那曾經很多生理學校 不知道自己話題來幹 不過在現在目前來講的時候 我感受到一個很美好的地方就是說 憋西其實是一個很 受到政府重視的地方 或許各位覺得說 有這麼一回事嗎 那我們看一下 憋西在日子的情況 他做過哪些調查給你們救候 在久和舉來講的時候 他做過調查 花蓮跟絕做過調查 水龜鎖也做過調查 他做過哪些調查呢 和之前做過秀武蘭新河 其實是調查 那也做了相關的摺葉紀錄 相關的資料都做了 那再來是 第九核酸局接續再做的憋西部分 然後甚至也做了一些生態工法在裡面 什麼生態工法呢 這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講到了 全庸邊市的餘地 在這邊曾經被施作過 那再來是 花蓮跟舉牌 做過憋西的調查 只讓做的地方 比較靠走上緣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 是水龜鎖 在之前 由小弟這邊所審計 做了憋西的氣地負育的調查企劃 個人觀察到說 其實憋西地負育 在台灣整個環境來講的話 並不長並不大 可是政府卻既然投入 和相關做的資源 在做這邊的調查規劃 這證明了 這邊其實是一個好地方 政府才會投入這麼多的資源 在做這樣的相關的調查和研究 那 我們在做這邊的一個調查研究之前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做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過去的資料 我們看能夠這邊曾經做過哪些東西 那在我們的調查結果 裡面以前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做了相當多的項目 因此我們把我們的重點 放到了水域生態裡面 那在我們之前看到的資料 調查的項目裡面 是從兩系列 蛤蟲類跟水域生物裡面 這些項目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內容 但是我們希望說 再介紹一個環境生態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需要把這邊 比較認真 比較接近的 鳥類昆蟲 骨類植物 這些東西跟各位 相信做分享 因此我們把這邊 這樣也做一些收集 那到這邊來講話 可以做好相關是憋 我想 這個 我們說憋西地很多 不過 我常常跟水科所 有打官 調教做 以前做憋西計畫 是這種磁力的地方 這個做得很辛苦 那不要跟各位 相信分享這個 細酸血液體 開了 開了一下 好 這是椰式 螃蟲類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說 我們可以在這邊 收集到哪些 有關資物的文献 不過這是一個 很可惜的一個宣布 其實 我們如果收集這邊 過去的文献 大概只收到18顆30種 那18顆30種 30種 到底有多少 這裡的人大概就有 30顆了 30種我們現在 隨便手指出去 任何一個山頭 上面植物的數量 可能就超過300種 所以 這意味著這件事情 是這邊的植物 沒有被進過 詳細的調查 所以說 那種數量還是非常的少 那 有些時候 植物會比較不受人 重視的一個主要因素 是在於說 這是一個人為開發的區域 那 它許多的植物 都會受到人的 栽種的影響 都會引入 所以說那邊來講話 沒有被列入一個 重量調查的議題 那這邊假設說 我們要進行調查的時候 我們可能必須 用設置一個植物 一樣的區域方式 來取樣 瞭解這邊的植物的影響 跟整個狀況 那這樣的話 是標準的採集 跟記錄 進行指詢的分類 那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看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根黃色桿子 這根黃色桿子 看起來好像有點遠的熟 好像路障在施空 都會看到這根桿子 這桿子 一根的長度 剛好是兩公尺長 那為什麼會在 植物調查裡面 出現一個施空的桿子 然後在我們裡面 你們做調查的時候 很危險不可以進去嗎 不是 其實這些植物的桿子 因為看好它長度剛剛好 所以說其實我們很狂 然後我們植物要去 用一棒 它的長度就剛好是兩公尺 所以我一想之後 可能會為整個四方形的框塊 我們可以算出 正面的植物 到底有多少種 所以我們其實 它使用這種便繫性的工具 便利與膝蓋的工具 來去做調查 那另外兩號 我們會也進行做調查 把所有的物種移入下來 所以其實從 國際的東西移入下來 這些物種的包括 三鐵乳加 鐵乳加 百販出貨幣碼的 這些比較常見的這些食物 那其實呢 我們這邊調查 還想說 很重要的項目就是 鳥類 鳥類並不在 之前配合很多項目裡面 不過收集了 或許這邊屬於一些人 值得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邊有16個 或算是87個 87個 可能跟各位 那個相關人家 可能覺得 84個後來賺多或賺少 全台要賺到400個之中 所以這邊有很多 五分之夜 兩類人都會在這邊出現 那 這兩張照片 其實還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這個調查到底好不好 對不對 我會想說 他穿了 只穿衣服的 要像你一台裝 可是 跟這個 穿得很相似 不過呢 這個人穿這樣去做鳥類 調查的話 其實不太好 什麼樣子不太好呢 他身上戴著一個安全帽 還穿著一個防空背心 他做什麼事啊 你去看鳥的時候 你還沒看到 你還沒看到鳥 鳥先看到你 所以他就飛走了 然後怎麼穿這樣呢 因為他其實 他是進入到一個工程 調查區 然後 施工單位要求他 必須要穿上背心 要戴上安全帽 排除你進行做調查 所以呢 我們就拍了這樣 很好笑的照片 是他穿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 這個 大概事後 待會兒發現他 怕我們調查道具太多的物種 所以希望你穿到亮點點之後 調查區域要少一些 比較硬開發吧 那再來的話 是一般的 穿上這樣 但是這個 穿上白色的衣服 應該不是很同事 但是穿上綠色的衣服 會比較便利的調查 那可能很多相信 都會說 我幹嘛在這邊放上 一張麻雀的照片 麻雀來講的話 這邊應該很多嘛 倒數都是麻雀 現在外面就有麻雀在講 可是呢 其實如果我把麻雀呢 換一個樣貌 照來做點改變 麻雀這邊 臉上這個黑點的 我把它拿掉 頭髮它變紅一點點 我們把它叫殺麻雀 一些照片 這邊是有做殺麻雀的技術 但是後期來講的話 因為麻雀它技術能力比較強 所以漸減輕易之後 上麻雀輸到越來越少 根據其他人的研究結果 以後 上麻雀輸到可能 是生產檢查 一千隻 一千隻代表什麼呢 它輸到可能 在黑面皮膚差不多耶 那 這意味著 這個東西已經是 病靈絕種的一個東西了 那 再來的話 其實各位也很常見的 秀爾的畫面 秀爾的畫面 我曾經聽過 我部長講過的故事 然後也曾經看一個 學上演大學 做過這麼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船 這個船應該是對的 上來去 不行 秀爾的畫面數量很多 可是我說秀爾的畫面 只有一隻 穿越路上的時候 穿越你要去打獵路上的時候 他們會認為 當次的 打獵是不吉祥的 所以可能會中斷打獵 我之前聽別人講過的時候 覺得這個東西 會不會整個這樣子 當然 人家說家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例像我都準備好了 上台打獵去 看到這鳥被鋪入中間 就不打獵了嗎 他真的還不打獵 對 可能這個船 整個我講 這裡可能大多數是 安理石的話 我想確定就是 這個船說是真的 但紅色黑黑我想是很常見 甚至 也經常聽到 有些小朋友 我剛剛問問說 為什麼樹上有貓在叫 因為他其實是在樹上學貓叫 在樹上沒有在叫 就是他 那的話是小團錦藤 白不央雞 跟藍雞兜 這裡面其實有些鳥 它是屬於群居性的 馬雞是屬於群居性 是一群住在一起 跟人一樣住在一起 可是我是藍雞兜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這個樓是東莫苗的 牠常常都是一隻 自己站在樹梢上 不然樹梢木屏上 只有一隻獨立站立 這是屬於獨居型的 這是我們在這個地區調查過程中 曾經記錄到的一些寶月的鳥類 其實這邊寶月的鳥類 數量來講的話其實還蠻多的 包括有銅水 洪偉波辣 這其實洪偉波辣以前都說 它是東莫苗 但事實上現在其實全臺 全年都在臺灣地區發現 化美 珠米 臺灣南雀 烏頭窩 烏頭窩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烏頭窩是臺灣東部的一個特有的物種 那西部地區調查過程中是白頭窩 可是其實由於有些宗教團體放生的結果 其實你會在花蓮看到一些 什麼所謂的雜頭窩 就是烏頭跟雜頭窩 雜交算下一代馬上的雜頭窩 但是牽涉指頭 你腳銷跟腳銷 他要稱這不是我們 然後叫生產主機 環景士 鳳頭昌蝵 宋雀魚 雕頭 大關球 原來很多的寶月鳥類都是猛窩 你看你看那些動物都是猛窩 那為什麼這些猛窩窩窩 因為這些物種來講的時候 都是我們把它稱為在食物類 就是頂端的這些物種 因為頂端的這些物種 我講的話 一隻可以吃死隻的麻雀 一隻可以吃死隻的蛇 所以說這些物種都會變成 寶月類物種 因為我們必須寶月這些 金字塔頂端的這些物種 它才好好確保整個生態系統完整 好 那再來是物類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專長的 做的有點 那 不過我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剛剛跟莊 那個莊羅斯奇聊到一件事情 幫我講 就是很好奇問一下 跟那些物類的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相信 有沒有在這邊的山上 曾經搞起 我想可能近幾個不定的 有沒有遇過這山上遇過貓 為什麼問貓 貓我家很多吧 為什麼問貓呢 長得比較不一樣的貓 就是他額頭前面兩條是白線 然後後額頭是白色的貓 有人看過嗎 有嗎 就是後額頭是白色的 然後額頭是兩條白 就是額頭這邊是兩條白線 然後額頭這邊 不知道各位如果說 假設的貓 我想看看有沒有看過 為什麼問這件事情 因為 昨天下午的時候 有一個保安點票 所以我說 他們在之前的貓含器裡面 我看到有詳細點頭 那也許我們可以在這邊 投入計劃的調查 那個東西 如果說符合這個特徵的 那個物種 叫做食谷 我想 各位有機會如果說 我幫他在報索 看到苗栗最近闖成熟 那東西叫食谷 為了食谷 想要影響到一些開發 實際的食谷 目前分佈數量最多的地方 都在苗栗 不過我曾經有一次 在環保署跟苗邊 有過一件事情是 苗栗地區很多的環保 其實人家賺水 為什麼講這句話 這個很不負責的句話 因為苗栗調查 食谷 食谷 食谷特別多 所以這邊食谷才變得特別多 這個例子 其實跟我們在調查上 是有很大的相關性的 我現在可以跟各位 分享一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說 我現在站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我們幾天 然後遇到了科長 然後我今天在這邊 進出十次 然後我看到是科長看到十次 所以說科長是住在楓南村嗎 您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現在存在在這邊 我如果不斷在這邊寄出 然後看到十次 所以說科長就是在楓南村 可是科長明明 據我家的基調 我都在台中 可是我在台中 地區沒有發現到他 他卻出現在楓南村 這是調查 要算的偏差 就是我在什麼地方做調查 做的特別多 那邊數量就會變得特別多 其實我之前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跟我們學生舉過一個很明確的例子 我說 我如果現在去做政治的調查 那我跑到台中市政府裡面去看看說 馬英九先生有沒有在裡面上班 你會發現到我走了十個月之後 馬先生沒有在不存在 他都沒有任何去上班 因為他不存在 可是如果說 我站在台北市的總統府門口 看著的時候 可能馬先生就存在了 可是他就變成 胡志強先生不存在 就是你在什麼地方做調查 做的特別多 那邊物資料就會出現特別頻繁 所以說我在做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仔細注意的是 取替一下 到底是不是具有代表性 那尤其是我們在國類做調查 所以我們這個傳染線法 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在什麼地方設調傳染線 那假設那邊調查 塑料特色的狀態度 我們對的狀況比較會發生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錯誤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是配合的話 我們今天想能看到分子 那時候在使用的 我們用眼睛去看 因為服務的東西的數量比較少 所以我必須不斷地走 不斷地到處看 所以我剛剛前面在第一章的時候 曾經講過的 其實是 我前面是上手條 那其實調查到最後 這幾年來的話 我以前住的地方在玉里 在那個黃馬的地方 可是其實後來 我這大概12年都沒有再上去過 為什麼沒再上去 因為很簡單 突然去把手太多了 我當時體重52公斤 53公斤的時候 背35公斤的東西 每天要走14公斤 其實走到退後 我們得了一個 可能要女力比較長的 給人相信 才會得到什麼叫退化性關節 所以說我的左腳 已經不良運行 不良運行是開玩笑 但是體力還是比很多 朋友要好 所以說我 就被一個學弟開的 像是我是上山是一條 下山就一條蟲 為什麼呢 往山上走的時候 膝蓋不會痛 所以說我走得比較快 下山的時候 膝蓋會痛 然後底下的時候 就不要在後面 慢慢的撐 所以是上山一條 下山一條蟲 因為我們當時 一直在做穿線法 每天就不斷的走 不斷的走 記錄各種種動物的位置 大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捕捉的方式 這捕捉法 小籠子抓小老鼠 如果掉的話 就是來抓山蟲 抓水路 那當然我們一些 比較不破壞的東西 就是我們使用一些 紅外線之用照片 當動物走過去的時候 就幫他拍張照片 確認它是否有出現 再來就是 我們跟他問 各位下線 你有沒有看到 手機這種反彈法的紀錄 再來就是點途真色系 那這裡有兩種器材 就是紅外線之用照片 給點途真色系 紅外線之用照片 就是我放一台機器 放在魚丸的樹上 然後當動物經過的時候 他會感覺到 他體會的變化之後 就拍張照片 好 那我們就知道他審貸 那冰博這科系 事實上是我們放在野外的工具 晚上這邊其實有很多冰卜帶飛 那不知道有沒有相信 覺得說晚上很吵 這樣沒有 我想在這邊除了氣泡叫很吵之外 我想 各位相信你會覺得說 這邊很吵很吵 很吵 可是呢 我舉個例子 你會不會覺得說 當人家挖跑的時候 當人家動動動動動很吵 會對不對 那個生命的大小 我們用能量來講 好像一般人倍 每一隻點途 每一隻的叫聲 能量的大小 就是一百多倍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 為什麼天上發生那麼吵的聲音 不錯卻不會越來吵 因為很簡單 他的聲音是你怎麼聽不到的 他發作的聲音叫超如波 那我必須靠蝙蝙蝙的設計办 我們聽不到白 hairst 我不是不知道屏 czasie耍在哪裡 不過台東、花蓮這些地方來講話 都是東天去但我覺得蝙蝠也是非常的少 我在九、十年後 是他來這邊做可以做蝙蝠的研究 當天我們在山上把網子張開去抓扁圖 結果我們才過半個小時後 我們覺得可以收縫回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當天網子張開的時候抓到四種扁圖 那四種呢 三種是新種 可以回家啦 這兩個四種可以交代過去了 因為當我們在做研究生 可以交代過去了 已經有成功了才可以回家了 那三個新種是確定後來都在學生中被發扁 所以其實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研究是在區域投入的 而且我目前也知道在 那個物種幾乎是在玉典關於國小的裡面 其實至少那個新的物種也被發現到 那那個物種的頻率很有趣 我都可以聽得到 比如說它頻率低到 扁圖的聲音頻率低到 我都可以聽得到的狀況 因為我怎麼確認它是扁圖 因為我聽到扁圖的時候 我從他們飛過去的時候 我拿著當機車拍 白色的拍到裡面 它就是白色的 背後是兩條白線 然後這是我目前在正地區所收的 我現在知道 這邊有十種的部位動物 我想這邊已經覺得不只十種 我曾經跟理事長開過話 叫說這邊我在路上走路的時候 就會聽到三強三角 好 三強 那三上來前的話 也有可能過三秒 所以至少三角就沒有在這裡面 被捏入到七五裡面 大後是一個很常見的物種 那大後是紀錄到我們在之前 所以我們所紀錄的一些 所做的一些調查 包括使用傳媒憲法 一些調查 繁殖地調查法等這些方法 來調查氧氣類 那我們整個調查的過程中 總共環境到我們各式四種的 氧氣類的生物 這是我們白天也要做 晚上要做 為什麼白天要做 晚上要做 因為有些物種來講話 白天會例如有活動 那晚上什麼都要發佈起 我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晚上來講的時候 我們盡量避免 應該說盡量避免 是一個活動物 因為晚上做調查的時候 當然晚上做調查的時候 通通反光飛行就無所謂了 但是那個 已經盡量避免兩個人 把盡量避免一個人走路 有點失去的兩個因素 一個是怕蛇養 因為癢氣類多的地方 蛇沒有多 那另外一個是怕有掉到水面去 因為其實兩棋列都要靠近水面 不小心點入水溝 都已經變得更充滿性存在 那這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蛇蛙 日本樹蛙 天空殘除 莫斯樹蛙 盤古殘除跟核樹蛙 這些都是剛才有 學系歷學來講話 經常常見的一些物種 當然我覺得說 這個流血的東西是 我們剛才講到 兩棋列多 蛇就多 那我們先把兩棋列先看完 那在這邊來講話 總共調查到這些兩棋列的東西 那其實很多都是 所謂的團特的物種 包括有核樹蛙 莫斯樹蛙 跟團土殘除 那其實殘除 很多人把它抓來進補的 我想知道 各位相信都知道 就是你把毒線拿掉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把它拿來當中標在使用的 那其他人的話 有些虎皮蛙是抓來使用這樣 那這個地方比較特別是 曾經發現過金線蛙 金線蛙來講 在指地刺服的紀錄 跟指發現過一次 那你往下看一下 這個檔會這樣比較清線化 它身上很明顯的一條縱線 從頭原生到尾 但是其實有些人會跟其他物種混合 在裡面跟蛇蛙 會有混合的狀況 但秀布蘭希 騎士教授裡面 曾經在故事講 其實多了一個指指 之後我們再多這邊 做教授的時候 一直都能發現到 如果相信我們知道 在哪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地方有的話 可能盡量可以預防 因為這個數量來講 它是比較少的 所以在2008年 就把列類保育類 它身體來講的話 其實是綠色的 然後一條黃色或白色的白線這樣子 然後它喜歡在一些 比較近的水域中 你隨身動物維持 那可是其實我們常常 對青蛙來講 不是我們可以去抓青蛙來吃 來把它賣掉 但是在說 有些時候 是因為一些藥物的使用 比如農藥 或想要一些食用的話 甚至包括說 之前曾經有推廣過一段時間 苦茶火 這有是不是殺福壽 有一個藥氣嗎 一個藥體藥的藥氣 可是那個東西 對於氧氣類類的講話 它其實一樣具有殺傷力 那當然是蚕蚕蚕蚕蚕 我想這個 這個我想要不要好熟一些 它其實呢 Moa disome 那個熊蚕蚕蚕花出生物 憂說 許多人都說 它不知道蚕蚕蚕怎麼叫 事實上蚕蚕蚕蚕是會嚇死的 那次來講的話它是有紅色的一塊 然後它體型是橘紅色的 那它是屬於東天到春天的三眼的話 是它的白子氣 它會發出這樣紅亮的叫聲 像火氣發出一樣一嚴串的聲音 那它還是在進水域中這個防止產卵 這個我們同時寫的那個文句還蠻有趣的 淘寶的時候呢 兩頭一頓的時候那個會露出紅眉褲子 因為它後殼的顏色是紅色的 那可是樹蛙的腳的話 又被有個樹架放棄樹蛙 它常常群聚在石頭上棉椒 許多青蛙在椒的時候都喜歡躲在水裡面 可是這個青蛙在椒的時候呢 有些時候它會單一地站在石頭上 來講話是已經棉椒 它個別其實就有大 那它87至5到8月以下年為主 有的時候我們會在石頭上後放棄上 然後才會棉椒 它雌蛙呢就是比如說比公開還大隻 它通常來講的話 吸油繁殖一些蛙褲子都有這種特徵 那它其實比較特別是它腳上呢 它是一個吸盤 所以說它在水裡面 站在水裡面的時候呢 它可以吸附在石頭上 不會被水有所沖走 許多樹蛙都有這樣一個特徵 那爬從這部分來講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這邊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那基本上我們的穿線跟葉葉調查 都使用像同類似的方式 基本上這種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在像青蛙一樣地點在一個地方看 只能是不動的走不動的看這樣子 那包括了 石頭好像是開心 然後前上壁如維德花的 那 維德花其實是讓我這邊印象深刻的一步走 不知道各位相信我之後感覺你走在旁邊那條馬路上 走著走著你就遇到維德花 不知道是我跟維德花特別有在怎樣 我在路上 先承諾一件事情不小心點過一支那個青蛙絲 那遇到過四條維德花 那所以我認為說這個維德花的數量其實是還蠻多的 那甚至我常常在路上都遇到被免斃的維德花 早上所以希望各位相信以後 早上起車開車的時候速度稍微放慢一點 路上看到樹枝的時候 我先稍微停一下看到你是蛇還是樹枝 各位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有毒欸 我保問他幹什麼 其實生物的存在必然它的價值 包括其實不只是生物存在必然它的價值 其實包括說身上任何器官都有價值 講個題外話 人家說那個 若你蠻常言的時候呢 第一個一聲音叫你割掉 換到群蠻常言它是有作用的 所以在三天前一次我那個膽結石發作的時候 醫生叫我把膽結石割掉 把膽割掉的時候 我壞了可以拿去很簡單的畫 畫醫生都不夠講話 我剛想說膽它是有作用的 歡迎醫生這個時候不夠講話 連我開刀樹葉期間他都不理我 因為他確實是有作用的 不過膽真的是要膽結石不用開刀 你知道這蘋果汁真的會好 因為我試過了 那如果各位像熹熹跟講的話 我們會後可以再分享這個經驗 再來看看這邊其實是一個保衛物種 它是二級的華為類叫裁官貴 那晚上的時候我們會走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都會帶這一根殘桿子 因為避免那個蛇太靠近我們 可是有時候我過了排氣組它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殘桿子去做壓制 或者把它撿起來 來圈探是什麼物種 那這是我們在這邊來講話 總共圍花要兩度8顆18種的爬蟲被子 那包括有些特有的包包中 有種物種子是斯文豪式潘西 那有四種保衛類包含居產 其實也記者 你會有花還有裁判會 你會覺得這五分習慣 或許多都是保衛類 都是去保衛一些毒蛇嗎 因為其實這些蛇類的講話 其實常常是受到人文干擾 和鼓勾的一些物種 那這是斯文豪式潘西 斯文豪式潘西其實經常有見到一些 說如果外面書上就會看到斯文豪式潘西 如果開款的話就是 你要抓斯文豪式潘西 只要活桌 不要傷害他的脫衛法 其實有些事還不太容易 如果學長要做斯文豪式潘西 他為了要活桌 他好發現各種性能都沒有用 他後來把他最好的做法是用釣 用釣彈然後綁這個線 然後請我綁他的 competition 然後缺曲將他給裏 然後趕出去就請問釣釣釣釣釣釣釣 然後去吃它這個 然後就把他招起來 他說這個方法好 是最安全 而且最不會傷害他的方法 不知道各位想起來有各種方法 我後來聽聽制覺得說 原來釣彈除了釣椅還可以拿來釣的斯文豪式潘西 反式 喔 回到一件事情 這個斯文豪式潘西 它是駒車時會變身 它語力效果來講 其實真的還蠻不錯的 但是財官歸 它其實是伴水系的那些 伴水歸類 那其實它也是雜質性 所以說從樹格到木枕才能吃 然後有些時候呢 它是會爬到一些森林底層來活動 那我曾經有一次經驗是在宜蘭摩登那樣的經驗 我在森林裡面放了很多老鼠籠 我已經說老鼠的一個調查 結果呢有一片森林裡面沒抓到老鼠 可是一天到晚我抓到採訪規 那抓到採訪規之後呢 我就一天 因為它帶來到我的研究結果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移到隔壁的森林去 移多元的人其實沒多元 50到100公尺 可是呢等到我一格力後再去抓它的時候 我就抓到它 我後來就 我先講 我沒有在上面把隔壁做記號的時候噴漆 我就做了個小記號在上面 看起來我像是抓到的是銅子 結果瓜哥說我怕很強的靈性 我不管把它丟多遠 丟50公尺等於100公尺丟200公尺 它會爬到你哪地方去 所以後來那樣區就放棄了 因為我管怎麼通常都包包到老師 包到裁判規 可是我做調查是老鼠的調查 所以只好放棄那樣區 不過想多有多其他人 也許就把它帶去處掉了 那在很疊累了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使用連線調查法 然後但是只是因為蝴蝶被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一定可以往來進行相關的調查 其實很多蝴蝶在尾外都會看到群居的現象 尤其是有水或是有特殊物料的地方 有的時候我們在做別類的調查的時候 會使用兩種不同的撇步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放鳳梅 放一些鳳梅在尾外的時候 其實你會用味道來誘引這些物怎麼出現 那白天誘引蝴蝶 晚上花誘引到那些甲蟲類這樣子 那你有方法的 警示用一個男孩子 女生你不能這樣講 在路上上廁所 你只要尿尿一下子都會不會大 它其實只有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那邊物種的數量就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可以誘起一些 也許比較不常見的物種 出現到到房型裡面 那這邊比較常見 包括黃色等叠 白等叠 以及一帶後叠的這些物種 那其實這個蝴蝶數量來講話 我覺得並不僅只有17種 只是有些時候 大家的調查的比較沒有 在土地上 所以數量少了一點點 再來之後更加時間了 我們其實之前 那個水溝鎖以後 我們是以畢業為一個很重要的 調查的一個訴求 希望是我們能夠 活桌邊來去進行適當的標記 來去看到你住哪裡 吃什麼用哪裡 不過很抱歉是 後來這個部分表現得並不太好 因為我們用了方法 其實跟各位相親 小時候或者前一次用的方法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在戲裡面 可以看到有人使用釣的 用釣子的方式在進行捕捉 那因為呢 我們發現到說 也在邊路 用釣子去進行捕捉 說在你把鍋子拿穿 鍋子中 可能會對它的嘴部罩成傷口 而你可能會死亡 所以不然會用種子去抓 不過捕捉效率這個不太好 所以才會做了一個 都還抓了多少數量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會去 以木材的方式 進入它的數量跟氣力 當然這個是在特別的 就是它裡面有被認可的方法 但是我們原本的 也有更高的目標 是要做能夠 活動到足夠的數量來進行標榜 這些都是我們所釣的刀的刀的刀 比如說這個 你要說 可能跟噴水一樣 那看得到固定過得到 那 畢也是一樣 我們在戲裡面看到 哪個固定過到呢 在戲裡面常看到 別人在塞背 可是有些時候 這氣力十當多 的話 我會有這個困難度 別有對巴士會講的 我想這可能各位相信 就非常熟悉了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畢竟是這麼保慮 因為其實 我們不希望這個地名 因為別人消失的消失 所以說我們希望能夠去 盡量去保護它 它基本上來是偏肉食性的 比小型的魚類甲的類 或是螺背類等這些物質 都不可以食 那其實我們這些魚類釀法上來講的時候 我們昨天有拍 我們是過來有拍影片 其實是以電器材料法為主 可是現在可能就是說 電力法是不會到 你把一個電子 可是其實我們電器材料法 在使用過程中來講話 我們是用點辦法 就是說 我們會電一下放一下 只要比如稍微有昏倒的時候 就趕快我們自己撈 等會把它電死 用這種方法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去發現到 比較多的魚類 那另外也沒有蒙古法 那法文當然是有辦法 其實電器法跟蒙古法來講的話 它補充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有些來講的話 生產需要蒙古法去補充 電器法來講的話 可以適用一些比較淺的地方 存在生產就下不去 這是主要的主因 那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到 其實很多都是當地 很多都是其他地方 也都有出現的物種 尤其是臺灣士兵 所以我們認為說 他可能從外地被釣 各手袋 釋放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 像是在電骨過程中的一個照片 各位想要覺得 我們怎麼偷的電骨 其實我們都是請了公文的電骨 而且呢 每次電骨之前 通過先生警察機 官方的預先做報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相信誤會說 我們會偷電骨 也是盡量做了這些相關的措施 來去 避免誤會 但是我們要來做什麼 這些照片 所以這也有辦法 還好 那魚類釣法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的 互染性的位置 做局部的累積 來講解說 它到底是生物質的環境 並且呢 我們可以用生物質的進食表面 知道說 這個環境到底是一個 好的環境 或是一個不好的環境 那 我們做在我們自由線 累積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可以對這個環境 有更多一層的了解 而是可以做 日後的奇地平衡使用 那那邊釣掃上來講 我們發現到 有27種的魚類 其實數量相當豐富 但是有些物種來講 換我們華教育的深度群種 更如同我剛剛前輩所說的 那個石兵 被從台灣的西部 帶到東部來野放 那 它在台灣是一個女生種 可是對這套西來講 它是入侵種 入侵種 可能會對原有氣息的生物 造成 毀滅性的影響 因為這邊物種 沒過那種 更厲害的對手狀況 它很就會造成影響 那 台灣的牌球 牌球 其實我們在其他那一條 它是有新造的 它因為數量稀少 然後底下 也沒有珍貴稀有的保衛類物種 它是完原生活單純的給魚類物 那 它其實也會在不同溪流時間 不同溪流中上的地方來講話 差下來移動 所以說假設先鮮魚 那個 水庫或者是藍莎 霸殼 對它這個溪流中 就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但是本土投殺 它也是核心的魚類 它本身在夏季牆 被帶到下去之後 長大之後長多兩分鐘 兩上公分大小的時候 再渴流回來 不過這個水其實還蠻厲害的 你只要西邊有燒一點點水 從上游而下的狀狀底下的時候 你只要不要生那種房子 和那種 那個藍瓣 它有得上爬中去爬上去 其實常常在許多影片中 看到那種 小小魚兒要回家的主角就是 水庫不投殺 但是大有蝦虎 這也是火魂性的影響 那條石幣來講的話 就是露氫種的 基本上有個氣息息部 但是像目前東部地區也非常多 它是屬於 靈性比較強的露種 那蝦蟹的爐背類 就不能講 我們是採取容許 跟別管制的方式來進行調查 甚至有發現到14種的蝦蟹類 那其實我們一直上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自然大家替背場 來教練說 這邊增長一下 現在的方式是大多小事的 當然除了需要 這邊有什麼樣的劣勢 可以說 有那些食物 那這些蝦蝦蟲 然後都是一些食物來源 那我們做法的是 用小網 在溪面去掏襲蝦蝦蝦蟲 這個數字 有沒有它是1,000多隻 那個就是在裡面減蝦 減到誇捧爐的腹血 裡面都是滿滿的東西 那管期越好 學生的分數才越多 當然的話 只是有關係 複蝦蝦蝦蝦蝦蝦蝦的 game 可以使用蝶類 這種生長很快速的 這些蝶蝦蝦蝦幾條 這邊有哪些食物的來源 這些都是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 生長幹嘛做一些 看不到東西 也做一些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這些陸國性打在陸陸的社會的部分 像這屬於喬丸棗 周星導臨 我們調查的時候是在典範刷型之後 待會隨時使用寫文進行觀測 這個導致應用 因為它生長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說我可以用它知道說 這邊水質到底好快 這種其實把應速度來講的話 是比我們使用水質檢測一下定準 因為它是長期存活在這個地方的 但的話其實最有趣的東西就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調查講 其實我們同時觸動了不溫暖區 就是叫雅鳳子的東西 雅鳳子依然做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做很多地方 反應調查的時候 做完的時候到底都是塔 可是其實我在航道上看到 說明明是一個石頭堆 怎麼會變成塔呢 因為其實河流 文化紀錄 因為我也相信很要求 它是不斷斷改變的 我這次調查的時候是塔 下次可能就變成石頭堆 但下次可能變成一個賴勳 或者變成一個小溪流 那我們在每次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同時間有人派出 我以為你用無人飛機 推到散空去 然後從上往下拍張照片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照片 往下去做印到我們的房間裡面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環境有什麼樣的改變 這樣的話可以了解 每個生物器的空間 這是我們在對這個區域的做法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藉由這種散空的評估 來自作品的改變對證 那也通過環境 到了能夠恢復 相信跟這個VCJ的良好的入洞關係 那就是我們要分 謝謝